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Topcroft的技术分析 今天就有谷友问了 今天Topcroft是不是Double Bottom 什么叫做Double Bottom呢 也就是一个骨架这样子 下来,下来,下来 你看到图,这边有两个Bottom 这个就是叫做Double Bottom 这个就是这个图形 今天我们再看回一下 老实说,是有的 这边下来,上去,下来,又上去 是一个小小的这个 两个V,导准的V 所以,形态是说是像这个Double Bottom Double Bottom呢,通常是一种 直跌反生的一种形态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吴仁波发 跟这个均线来分析的话呢 其实呢 如果要判断它现在已经反转 其实反转的,啊 其实才是有点过早 它要过早的啊 第一件事情 它一定要站上这个筹码风 看到吗 这个 这边 这边一个很大的阻力 它要突破,站上去 这条线 这个筹码风 而且呢 这个筹码风呢 又很靠近这个MA20 意思是说 这边有个主力 M24个主力 然后呢 在上面呢 又有一个筹码风 这个 这个是又一个主力 又说它上面 它现在呢 有三个主力 这个是一个 M24 筹码风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更高的一个筹码风 有三个主力在那边挡住你 啊 基本上呢 就算它会上去的话 呃 我们叫做指电回神 啊 你最多是讲step罢了 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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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上去呢 还是要有点时间去消化 去消化这些 呃 主力的 ok 这是我的看法 呀 呃 如果你要刺激的话 去云顶 买大小的话 可能会更加刺激一点 呀 或者是今天去买ASP 也是很刺激的 ok 呃 但是 股票是长期的 要做到比较安全的话 要先保本 呀 要保本的话 你就要把你的赢面呢 这个胜算呢 要提高 而且要 大赢小数 这个是技术面的 操作方法 操作就是 大赢小数 呀 这是技术面的 呃 克星操作方法 ok so 呃 讲非这个tot graph 再重复多一次 这个是真的是double bottom 这是真的 另外一件事情呢 但是呢 他有这个筹码峰 这个一个阻力 第二个阻力是MA20 还有一个是很接近的 另外一个筹码峰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阻力 所以呢 暂时还是 呃 暂时还是应该是会 被押住 如果真的是有意思的话呢 就等 继续等到他这个MA20 这条线 股价要涨上这个MA20 啊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啊 开始考虑不了啊 啊 看下要不要操作 这是骨子 ok 这个就是我对top graph的个人看法 呃 并不代表任何买卖建议 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技术分析 一些判断 一些 呃 策略 呀 买卖致富 so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忙去share 去like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你在这个留言上面 去呃 留下comment 我通常是会看的 啊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是会 呃 做一个视频来回答你的这些问题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